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孩们会给幸运的男孩送巧克力 男孩们在当天收到巧克力的数量也反映着她自身的人气 女孩们送出的巧克力分为本命巧克力和一粒巧克力 本命巧克力是用来送给真正喜欢的人 而一粒巧克力则是送给朋友和同学等等 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基本上和情人没有什么关系 这一次就连最想谈恋爱的善意也收到了巧克力 到底是谁给善意送了巧克力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鬼灭学员在情人节时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还有谁才是他们当中的人气王吧 下课时间善意向炭治郎抱怨着 他在前一年情人节的时候一个巧克力都没有收到 就连一粒巧克力都没有 这让他深受打击所以善意发誓明年情人节至少要收到一个巧克力 就算现在才7月份距离情人节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但为了能够收到巧克力他现在就要开始准备寻找受欢迎的方法 由于一个人进行调查还是会害怕 所以善意让炭治郎和他一起去查探受欢迎的秘诀 首先他们第一个跑去请教的人是历史老师 炭治杏兽郎 因为杏兽郎在情人节时一共收到了28份巧克力 然而杏兽郎却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并对恶人说 自己又不是为了受欢迎才来到学校的 关于他受欢迎的方法如果非要说的话 就是自己在上课的时候为了保证后面的学生也能听到 所以用复式呼吸张大嘴说话吧 听到这种回答 善意觉得杏兽郎是在和自己开玩笑 他越想越生气所以转头就走了 然而炭治郎认为善意这样对炼狱老师简直太不像话了 并让善意回去和杏兽郎道歉 但善意却愤怒地表示 他可是忍辱去询论杏兽郎这么羞耻的问题 但换来的却是杏兽郎敷衍的答复 他们根本不明白自己是多么想要收到巧克力的心情 随后还在楼梯的走廊上大声的呐喊着 善意的声音甚至都传到了教室办公室 办公室里除了杏兽郎还有生物老师蝴蝶香奈慧 同时他也是鬼灭学员三大美女之一 因为有异能所以被认为是超能力者 校园怪谈玉胡就是被他清除的 香奈慧的性格非常随和 所以在男女之间都很有人气 除了生物老师香奈慧 还有化学老师伊黑小巴内 因为他对女性过敏 所以一直戴着口罩 据说小巴内为了避开女人 活颈上还缠了一条蛇 由于善意在心臭狼身上得不到他想要的答复 所以他们又来询问身为体育老师的富刚义勇 当他们找到义勇时 他还是一个人孤单的坐在楼梯的角落边 义勇一共在情人节收到了31个巧克力 没想到我们的体育老师在鬼滅血缘中竟然这么受欢迎 果然 义勇没有被讨厌 面对善意的提问 义勇却表示他完全没有想过自己受欢迎 然而 义勇如此正常的回答 却遭到善意的质疑 说他在说谎 并认为义勇是害怕自己收到的巧克力变少了 所以才不想告诉他逆诀的 还斥责义勇是一个贪婪顽固的人 一旁的炭治郎终于忍不住了 他让善意是可而止 并一本正经的对善意说 富刚老师一个人在这里已经很可悲了 不许善意这样对他说话 然而 炭治郎并没有察觉到 他的这句话 宛如利剑一般刺痛了义勇的心 义勇的嘴角边还沾着食物的残渣 并反驳恶人说他不是一个人 然而 义勇的这句话 听着令人既心酸又熟悉 有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随后便继续吃着手中的面包 并严肃地说道 他只是不能一边吃东西一边说话而已 接着又对恶人说 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 就算只是看着对方也能了解对方的心情 因为诚实的人 他的眼睛是清澈的 所以即使不对话也能互相理解 听完这一番话后 善意却愤怒地表示他不会用心灵感应 然后说了一句真实浪费时间 就又转身离去了 善意的这一句话 让义勇又再一次受到了打击 自己那么真诚的回答 竟然这么轻易就被否定了 最后还是探知狼替善意向义勇道歉 并留下失落的义勇坐在楼梯边 继续吃着剩下的面包 嘴上还不断地重复着 他不是一个人 不能一边吃东西一边说话 另一边 一只猪正在学员的走廊 用猪头猛进奔跑着 后面追着他的是不时穿石迷 并让一只猪把野猪头套拿下来 而石迷是学员里的数学老师 因为经常和高人气的相爱慧老师聊天 导致他被学生们嫉妒 由于觉得衣服堵住脖颈会感觉到压力 所以不管在任何场合 他常年都是一金全开的 而石迷这一点 却适合一只猪不喜欢把衣服扣子扣好 喜欢敞开露出肌肉很香 恶人也算是臭胃香头的兄弟了吧 这时 善逸和炭治郎来到了美术室 并找到了华丽的美术老师 雨水天元 天元在情人节中 竟然收到了57个巧克力 是他们当中人气最高的 当面对善逸的提问时 他觉得受欢迎这种事简直太简单了 然后便随口一说 从幼儿园小学到高中 只要跑得快就会受到女学生的欢迎 然而到了大学的话 那就是金钱的天下 只要穿戴一些昂贵的名牌 自然就能吸引女孩们过来 天元不愧是拥有三个老婆的男人 他果然很懂 炭治郎却完全不赞同天元的说法 并认为靠着那样的方法是无法找到真爱的 听到炭治郎如此正直的回答后 恶人都震惊了 随后天元随便找了一个借口 让炭治郎他们赶紧离开美术室 善逸向炭治郎抱怨 他又没有得到想要的办法 并认为天元的话毫无参考价值 炭治郎表示赞同 随后认真的对善逸说道 只要不懈努力诚实地生活下去 总有一天一定会遇到不错的女孩 并得到对方的注意和认可 炭治郎不愧是恋爱小能手 就连善意也感叹他有大叔一般的恋爱观 恶人离开后 天元的脑海里还不断地回想起 炭治郎刚才说的那一番话 导致他心烦意乱 愤怒地又把美术室张开了 而办公室里的诸位老师也早就习以为常 性受狼孩感叹 艺术就是爆炸 天元讨像曾经这么说过 好兄弟 善意的调查终于告一段落了 身为一年级班主任的悲鸣语 也在教室里向大家派发通知单 并告诉同学们 最近出现了一个专门袭击女孩的可疑人物 让他们一定要多加注意 而且这位可疑人物总是在傍晚出现 会大声说话 然后就突然沉默地看着女孩子 那个人走路的速度非常快 不管到哪里都会追过来 并且全身上下带满了名牌和名表 还留着一头金发 当炭治郎看到通知单时 他惊叹道 这个所谓的可疑人物不就是善意吗 原来他把性受狼 易勇 还有天元之前说过能受欢迎的方法 全部都参考过来了 但却弄巧成拙反而被大家当成袭击女孩的可疑人物 情人节当天 善意失落地站在校门口执行封纪委员的任务 看见善意一副沮丧的表情 炭治郎走上前惯心他 到底是怎么了 善意向炭治郎倾诉 因为之前被错认为是可疑人物 在情人节又怎么可能会收到巧克力 而且在这么甜蜜的节日里 自己依然要执行封纪委员的工作 所以他当然很沮丧 这时炭治郎从书包里拿出了 由迷豆子特制的情人节巧克力面包 送给善意 收到了迷豆子亲手做的巧克力面包 善意感到无比的幸福 之前悲伤的心情瞬间消散了 然而善意因为沉醉在幸福之中 他并没有注意到 炭治郎把情人节面包也送给了 一只猪 义勇 还有校公玲珑大叔 原来迷豆子给大家都制作了面包 但善意却因为过于兴奋 所以并没有在意这一些 而鬼灭学员的情人节就这样结束了 那么小伙伴们认为 今年的情人节 谁才是鬼灭学员中收到最多巧克力的人气王呢 欢迎大家在底下给我评论留言 喜欢木木的也别忘了订阅点赞哦 还有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不错过每期的更新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